裴德躺在地上,看着前方移动不动的卡伦,他很担心,也很紧张,一定程度上,对手已经击败了自己,但现在,他有希望可以依靠自己大伯的灵魂完成最后的翻盘。 他相信自己的大伯,因为大伯曾是轮回神教上一代中真正的佼佼者,如果不是因为一场意外导致身故,他现在绝对有资格被当作下一代守门人候选人来培养。 不过,他胸口位置的吊坠已经在轻轻摇晃,他可以通过这枚吊坠来联系到自己的姑奶奶,因为这是自己姑奶奶在自己16岁成人礼时送给自己的礼物。 但他不愿意这么做,他这次出来找寻承在自己爱人的身体,已经破了姑奶奶对他的禁令,他不希望自己让姑奶奶失望,因为姑奶奶虽然自己没有子女,但他的兄弟姐妹很多,也就是说,他有很多侄孙和侄孙女可以选择。 在佩德身后,女人紧张地双手抓着树皮,他很担心自己爱人的情况,但他更清楚,自己现在刚占据这具普通人的身体,根本不具备战斗的能力。 卡伦身后,奥菲利亚的目光在卡伦和佩德以及佩德身后的女人那里不停地来回切换,他在为卡伦担心,但卡伦一次次阻拦他出手,让他现在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卡伦出现问题,他会马上出手,将佩德和那个女人杀死。 不过,奥菲利亚也知道卡伦一直在担心什么,那个姓希莫森的家伙,很可能拥有可以传递消息的盛气,轮回神教的人,可一直都在远处的酒店里。 奥菲利亚开始思考自己动手时的路线,要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杀死那个希莫森,让他没有机会做下一步动作。 或许,自己可以学他的那个女人一样,表现得柔弱彷徨和无助一些,走过去,跪下来,求他让那道灵魂停止对卡伦的出手,再趁机动手。 塔夫曼看中的侄女,肯定在某方面是和他很像的,绝不会在不该仁慈的时候展露丝毫的人词。 毕竟,在前不久,他才亲眼看到自己的两个哥哥脑袋被切下来当球踢。 总之,先前还无比热闹的交战区域,现在一下子变得安静下来。 安静的支点,则在卡伦身上。 而卡伦,已经闭上了眼。 四周,黑区区一片。 卡伦从黑暗中走出,带来唯一的亮光。 这是一种内饰,甚至都不需要术法做媒介和引导,只需要进入冥想状态就能看清楚自己体内灵性力量的情况。 当卡伦走进来时,身上的亮光开始扩散,前方的黑暗被驱逐,如果从上方向下俯瞰,就像是露出了一块灰褐色的斑点。 一名身穿残破甲咒的中年男子站在那里,自他脚下,蔓延出了一大片灰褐色的脉络,他正在用这种方式来挤压卡伦抢夺这具身体的主导权。 他其实已经在这么做了,而且从他进入卡伦身体到现在,已经做了有一会儿了。 可眼下,当卡伦还能很从容地自边缘地带走出来时,他清楚,事情并未像自己所预想的那般顺利。 他已经污染了一大片,但当卡伦将光亮照开时,他发现自己造成的污染,好像只是皮肤上的一处斑点。 我很好奇,你到底是秩序神教里的什么人? 卡伦看着他,嘴角露出了笑意,道,不请自来,闯入我的身体,张口居然先问我是什么人? 哪个国家的法律和习俗,都没有这个道理的。 康默,希莫森,卡伦,希尔瓦,我想知道,你是否故意在跟踪培德,等着他犯错上钩? 你的意思是,我的出现,是我秩序神教高层的授意。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很抱歉,我觉得没有这个可能,作为胜利方,我秩序神教为何要特意盯上你们这群败犬呢? 我们想要的东西,已经从谈判桌上拿到了,没有兴趣去做这种小孩子才会做的事,我的意思是,钓鱼执法,嗯,不知道你能听懂这个词吗? 所以,今晚的事,都是一场巧合。 是的,你因为在那家餐馆吃了饭,才会为那个女孩讨回道理。 是的,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是我没有约束好我的晚辈。 没事,你们轮回管不好的人,我们秩序,来帮你们管。 好吧,我们认输,陪德会被你逮捕,他会承认罪行,轮回会为此做出赔偿,我也代替他向你承诺,不会因此向你进行报复。 我相信,以你表现出来的实力和你现在的年纪,在秩序神交的地位肯定不低,也不会担心来自败犬的报复。 卡伦没说话。 康默开口道,你想杀人。 卡伦依旧没说话。 你有秘密需要保护。 卡伦闻言,脸上再次露出笑容。 现在回想起来,你战斗时身上的外焰,是为了遮掩什么? 你身上有秘密,你不想他们暴露。 卡伦开口道,你知道吗,你说的越多,就越是不可能活下去。 没关系,反正你也没有打算让我活下去,但你想湮灭我的灵魂,这很难,我灵魂的坚韧,不是你能想象。 卡伦摇了摇头,道,我前不久才湮灭掉一个人,我觉得,短时间内我不会再碰到一个比他更难杀的人了。 杀死贝尔纳的过程,真的是累人。 你的灵魂意识空间大得超乎我的想象,我无法压制你的灵魂掌握你的身体,但你想要驱逐我,一样很难,如果我愿意,我甚至会将我的精神烙印雕刻在这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在你的信仰里,划开一道口子,加入杂志,这会堵塞住你未来的成长和发展,你有更为广阔的未来,不值得因此染上阴霾。 我都会为你觉得可惜,真的。 那个,呵呵,卡伦笑了笑,不是骗你,而是我真的不怕这个。 卡伦真的不害怕什么杂志,因为他早就开杂货铺了。 和我签订诺言契约,保证将陪德送往秩序进行审判,我即刻退出你的身体。 事实上,我更想看你如何在我的身体里,进行破坏或者按照你所说的那样,留下精神印记,我很想看你如何在我身体里捣乱。 你,我没有说反话,我是说真的,当你的灵魂不惜严重受损穿过进化的屏障冲入我的身体时,我真的猛了一下,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做。 我把它比作一场游戏,我想玩,因为对于我而言,这是一场不可能输的游戏。 不是嘲讽,而是真心话。 在我的眼里,现在的你,不可能比得上那条狗。 康默笑了,我很欣赏你的骄傲和狂妄,让我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 你是不是认为我会因为你这句话而感到高兴? 你有更好的未来,收手吧,陪德可以和你交个朋友,秩序和轮回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两大正统神教的谈判已经完成,接下来,说不定轮回神教将成为秩序神教最大的支持者,几百年内关系都会非常好。 你可以通过和陪德建立关系来为自己未来的走势进行辅助,你们两人的关系中,你站在前面。 对了,轮回之门下个月就将开启,以你的年龄和你的优秀,必然在秩序神教的名额里,等你去往轮回谷后,我们会为你提供便利,让你进入轮回之门试炼时,得到更好的机遇。 是吗?当然,我与你谈的条件,都能签订诺言契约,就是陪德本人,他不傻的,他只是对那份感情一直放不下,但他能清楚地知道什么才是正确和有远见的选择,作为失败者,他不会为此感到愤怒。 不,我的意思是,我还不知道怎么把我的名字放进名单里去。 康默,我能感受到,你是一个很睿智冷静的人,但很抱歉,我一向不喜欢和人谈条件,尤其是和我印象不好的人。 你只需要知道,那个小姑娘,她叫来马,她的父亲已经接受了她要跟随喜欢的人飞向远方,且已经为她准备好回家的船票,但她的父亲,已经永远等不到她了。 所以,我没办法和你谈条件,也不可能和你签订诺言契约,这违背了我做人的原则。 呼,我最近差点扭曲了我的婚姻观,我知道那种感受和原则扭着来的滋味有多不舒服。 所以,我想好好的坚持我的是非观,跟着秩序条例走就好了。 康默看着卡伦,道,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是对自己太过自信了呢? 我的灵魂里,融合着轮回之力,我还没有真正的完全发力,你也不知道当我们真的在这具身体里展开真正的冲突时,你将面临怎样的后果? 有没有一种可能,太过自信的是你呢? 没得谈了,没得谈了,我今晚已经伤了一个姑娘的心了,也总得为她做点什么,比如,弄死那个说出贱民两个字的家伙。 嗯,忽然想到,和她认识以来,一直是她给我送礼物,我还没送给过她什么。 西莫森家的人头,这份礼物,足够贵重了。 我很惋惜,我是真的不想破坏一个天才的崛起,你的未来,注定将拥有万丈光芒。 好吧,我再给你加点动力,塔利娜,你认识吗? 你认识塔利娜? 认识,当然认识,烧成灰我都认识,虽然不是我把它烧成灰的,但我在旁边吹了吹。 你知道的,灰尘落在肩膀上,总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我这人又很爱干净。 卡伦看见康默的目光开始泛红,她的气息也产生了变化,双方是灵魂对灵魂,情绪的感知甚至不用通过去看,都能很清晰地表达出来。 她愤怒了。 很好,动手吧,不要再废话了。 看来,你一直对我轮回神教有恶意,你这样的天才,不允许崛起。 卡伦点了点头,道,轮回,都是一群杂碎。 康默的身体开始变大,她的身上,开始流淌出更多的灰褐色光影,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四周扩张,她本人,则静止向卡伦走来。 你可以将自己的灵魂意识先藏起来,这样我就无法直接对你进行攻击,在这片让我都震撼的意识空间里,想找到你,真的很难。 不用击我,我没打算夺你,我就站在这里,你来吧。 好,康默向卡伦一步一步走来,当距离拉近到一定程度时,卡伦所在的位置开始变高,像是出现了一层层台阶,而卡伦站在最上方。 四周的空间仿佛在此时被压缩,只剩下了台阶。 我可以再给你降低一些难度。 虽然你杀了塔利娜,虽然你对我轮回有恶意,但我真的很欣赏你,抱歉,我还是要毁灭你。 康默开始走上台阶,她的步履很坚定。 就在这时,台阶边缘出现了一道人影,这个人影很模糊,她的身上结了一层冰,但她的周围,却围绕着一团火。 家族信仰体系,康默微微皱眉,来自于你身后的那个女孩吗,你和她缔结了共生关系。 能够冰冻灵魂的寒霜以及可以熔炼一切的熔炎开始间隔分布在一层层台阶上,康默美前进一步要么是在承受严寒刺骨的痛苦要么就是在负担炙热烘烤的折磨。 但她依旧坚定地向上走来。 或许,你可以直接召唤出秩序信仰。 康默说道,我就算什么都不召唤,你也无法将我的灵魂从这具身体里压制或者驱逐。 但我想试试,试试如果你能在我这里留下属于轮回的精神烙印,我能不能加以利用。 你不是说我轮回是砸碎吗? 牛杂汤,你喝过没有? 康默继续上台阶。 这时,一双眼睛自台阶旁显现,暗月之眼睁开,其洒下的光芒宛若拥有实质的手,推向康默。 康默顶住了,没有后退。 而那双眼睛,竟然在此时逐渐延伸出轮廓,像是为了衬托那双眼睛进行了一种极为牢草的补权。 这是,一位身穿着暗月本地服饰的女人,她的眼睛,就是暗月之眼。 暗月。 康默愣住了,你身上有暗月的血脉。 康默愣住了,这个女人,是暗月的神奇。 暗月岛的人所信仰的暗月,它是存在神奇化身的。 为什么暗月岛的典籍上并未对此有记载? 暗月岛的文学作品里倒是会把暗月比作女人,但那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信仰神话体系。 不,不对。 卡伦忽然明白了,暗月岛的发展历史其实并不算很长,辉煌历史就更短,而这片海域的上方,一直悬挂的暗月,可能在暗月岛这里发展出规模文明前,它早就存在了。 所以,暗月是有神奇存在的,但在暗月岛的信仰体系里,它们有了断层。 在联想到月之女神教会想要将暗月融入自身体系,它们,是早就知道暗月所代表的神奇了吗? 康默顶着压力,继续向上。 你不使用秩序信仰的话,就无法阻拦我的脚步,我甚至不用激发出轮回之门烙印。 随即,康默目光一瞪,脸上露出了惊骇之色,因为在台阶的上方,出现了一尊散发着神圣光辉的身影。 光明信仰。光明之力,直接向着康默轻压下来。 轮回。康默身后,出现了一道巨门的身影,两股信仰力量开始进行角逐,康默无法再抬起自己的脚。 你竟然是光明余孽,哈哈哈哈,这就是你想保守的秘密吗?你竟然是隐藏在秩序神教内的光明余孽。 康默不仅没有再继续前进,身形竟然快速后退,原本四散出去的灰褐色光芒也在此时急速收缩。 他不再选择继续对抗,他要撤出卡伦的身体,只要他能离开,哪怕丢下裴德,卡伦也不敢伤害裴德,因为他已经掌握了卡伦的秘密。 一个光明的天才,隐藏在秩序之中,呵呵。 察觉到对方意图的卡伦并未着急,如果对方在外面和自己对决,自己会觉得很麻烦,但对方主动进入到自己的身体,如果自己还拿捏不了对方,那就真的是太对不起自家的那条狗了。 所以,卡伦闭上了眼。当康默收缩成一个光圈准备脱离这具身体时,忽然发现,卡伦出现在了他的上方,不,确切地说,是上方似乎是一个拱形圆面,卡伦的身形像是变得无限伟暗,他的眼睛缓缓地睁开,自上而下,俯瞰着他。 一条巨大威严的黑色锁链出现,开始旋转,这是,秩序的象征。 康默发出了咆哮,怎么可能,信仰光明的人,怎么还可能拥有秩序。 伴随着卡伦眼睛完全睁开,秩序锁链直接飞向那道光圈,轮回之门的虚影再度出现,却在秩序锁链的重击之下直接崩碎。 不,不可能。康默所形成的光圈开始崩散成星点。 此时,外面正发生着变化,那就是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的卡伦,左手无名纸上的戒指忽然微闪,一副银色的面具出现在了卡伦脸上。 高高的上方,自卡伦身后,出现了一道老者的身影,他很苍老,但他的身形却无比伟暗。 始祖艾伦信仰体系是卡伦通过和普尔的共生关系借来的,但他本身,就有属于自己的家族信仰体系。 是迪斯用血迹仪式,将教会信仰转变为了家族信仰体系,且直接存续在卡伦一个人身上。 伊莫莱斯家族信仰体系,迪斯等于始祖艾伦的地位,而卡伦,则是唯一的二代传承者。 老者伸出手,向着散开的星点之中抓去,随即,原本四散的星点又被强行凝聚了一些,一道比较小也比较模糊的轮回之门被拘了出来。 紧接着,老者随手一甩,那道轮回之门烙印就被丢到了卡伦面前。 随意得,像是给孙子丢过来一个他喜欢的玩具。 卡伦睁睁地看着那道苍老的身影。 男男道,爷爷。